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小时候我们家院子里有棵白杨树 树上有只喜鹊妈妈在孵蛋 姐姐小时比较调皮就经常爱爬树 她爬树一流 一棵很高的大树她三下五除二就上去了 有一天姐姐从菜园浇水回来 感觉树上有鸟窝就爬上去试探究竟 结果发现喜鹊妈妈在窝里孵四个鸟蛋 姐姐灵机一动就把喜鹊的蛋拿下来 有去家里喂的母鸡蛋用青菜汁涂一下颜色 接着就爬到树上放到喜鹊窝里 让喜鹊妈妈孵蛋 然后姐姐每天都在关注着这棵树 大约二十一天后 姐姐听到树上有小鸡的叫声 姐姐急忙爬到树上 把四小鸡用矿子拿下来精心照料 每天喂小鸡小米 慢慢四个小鸡都长大了 三只母鸡一只公鸡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这是一位小伙伴分享自己童年的一见不解之事 其实掏鸟窝是许多农村小伙伴时的乐趣之一 只不过以前掏鸟窝主要的目的就是看看窝里有没有鸟卵或者小鸟 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回家自己孵化或者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把鸟窝里的卵换成其他鸟的卵 看看鸟会不会孵化呢 显然提问的这位朋友小时候已经做过实验了 而且成功地让喜鹊孵化出了小鸡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喜鹊认不出自己的卵 下面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问题 喜鹊蛋换鸡蛋能成功离不开巧合 在朋友分享的自己的经历中 是她的姐姐小时候爬上树将喜鹊蛋换成了鸡蛋 而且最终孵化 这里面有三个很大的巧合 才能让偷梁换柱得以成功 首先是数量和时机 在这次换蛋中 朋友的姐姐发现了四枚喜鹊蛋 然后下树拿了四枚鸡蛋 将它们全部换掉了 这导致了喜鹊对自己巢里的鸡蛋完全没有了对比 从数量和种类上看 已经很难辨认了 而且姐姐上树一定是看到喜鹊刚飞走材上的 因为喜鹊是一种凶冷的鸟类 尤其是在繁殖期 它们会对入侵鸟窝的动物展开攻击 这一点我小时候就体验过 被一只雌喜鹊 喜鹊孵化是独自进行的 啄了好几下 差点摔下树 下图为围攻老鹰的喜鹊 所以 姐姐上树换鸟蛋没有遭到攻击 就证明此喜鹊飞远了 对于换蛋这个动作 它是一无所知的 不然作为一种聪明的鸟类 当着喜鹊的面换蛋 这些蛋只有一个命运 得吃掉 其次是给蛋一容 在朋友姐姐换蛋之前 还用蔬菜汁给鸡蛋一了容 因为她通过第一次上去看喜鹊 但发现了喜鹊蛋的颜色是绿色的 所以用蔬菜汁给鸡蛋涂色 从颜色上就做了伪装 更增加了喜鹊辨别的难度 第三是巧合的孵化期 鸡和喜鹊都是鸟 但是二者的基因相差甚远 习性相差也很大 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孵化期高度一致 鸡卵的孵化期平均在21天左右 而喜鹊的孵化期也是如此 这个巧合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是喜鹊卵21天 鸡卵14天的话 这些鸡卵多半会被放弃孵化 第四 蛋的大小 喜鹊的蛋成长卵形 高度平均在3.5厘米左右 直径在2.5厘米左右 避起来 如果把喜鹊蛋换成一个普通的鸡蛋 那么一定是会被喜鹊辨别出来的 但是 小时候的农村 家里的鸡蛋都是散养的土地下的 这很重要 因为散养土鸡的蛋比普通养殖的鸡蛋 要小很多 虽然不至于是3.5乘以2.5厘米 但是高度4至5厘米 直径3至4厘米的 还是比较常见的 因此 将四颗蛋全部涂色后更换掉 再加上蛋变得的程度 大小 有限以及同样的孵化期 最终把聪明的喜鹊都给骗了过去 成功地孵化出了小鸡 其实 姐姐这次的狸猫换太子 是利用了喜鹊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 它在自然界中 本来就是朝寄生性鸟类的选择对象之一 喜鹊被朝寄生 朝寄生意思 是说自然界中 有些鸟不营朝 它们在繁殖期 会将自己的卵 产在其他处于繁殖期鸟类的朝中 让其他鸟 帮助自己孵化后代 在鸟缸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朝寄生鸟类 就是杜鹊磕下的鸟类了 喜鹊虽然是一种 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鸟类 但是它们单独孵化后代的习性 就注定了它们也是有弱点的 那就是孵化期会离朝逆时 于是 它的这个弱点 被一些心怀不轨的鸟盯上了 它就是四生杜鹊 没错 上面就是四生杜鹊 与大杜鹊 俗称不古鸟 是同科同属下的鸟类 它们都是典型的朝寄生性鸟类 其中四生杜鹊的 主要寄主之一就是灰喜鹊 四生杜鹊 在寄生灰喜鹊时的方法 其实就与上面 姐姐换鸟蛋的方法如出一辙 首先 四生杜鹊会在灰喜鹊的产卵期 一天多次的监视 一旦发现灰喜鹊产卵 它就会躲起来 等待灰喜鹊外出觅食 其次 一旦灰喜鹊外出 四生杜鹊会立即飞向它的鸟窝 然后咸出一枚卵 产下一枚卵 通常一个朝四生杜鹊 只放一颗卵 而且拿走寄主几颗产几颗 在数量上保持没有变化 可见四生杜鹊 也懂不把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而为了防止自己在产卵时 宿主突然回来 四生杜鹊演化出了超快的产卵能力 从飞入朝到产下卵 只需要十秒钟即可完成 下图中明显的是 四生杜鹊产下的卵 第三 虽然上图中的四生杜鹊卵很容易认出 但其实四生杜鹊的卵 是可以根据宿主的卵颜色做出调整的 这是寄生基因决定的 不过从上面如此容易辨认的卵 灰喜鹊都很难辨认出 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鸟类对卵的识别能力确实是很差的 喜鹊发现 孵化出了小鸡会一直喂养吗 在朋友提出的问题中 它们并没有让小鸡一直留在喜鹊潮中 而是在树下听到小鸡的叫声后 就上去把小鸡取了下来 其实 就算一直在喜鹊潮里放着 喜鹊照样会每天奔波地喂养小鸡的 这是孵化后代以后的鸟妈妈 共同具备的一个寓出本能 除了这个本能的驱使外 小鸡也有办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小鸡 小鸡是需要喂养的阶段 叫声是非常频繁的 而根据科学的研究发现 被寄生的鸟类听到 即使不属于自己除鸟的频繁的叫声 也会激发喂食欲 当然 小鸡的飞行能力非常弱 而且从出生 就在地面上的 它们不懂往前一步 是悬崖的现实 所以在喜鹊潮的小鸡 很可能会掉下来摔死 而不是饿死 总结 如果你能在喜鹊 不发现的情况下 用于喜鹊 蛋差不多大小 颜色的蛋偷天换日 那么你大概会骗过喜鹊 因为这是模仿了 潮寄生鸟类的寄生方法 当然 相近的孵化期也很重要 最好是提前 因为杜鹊鸟的卵 就比寄主的卵 早孵化好几天 这样杜鹊鸟的后代 就能趁着后妈外出使 将其他的卵 推出朝外了 所以 把喜鹊蛋 换成土鸡蛋 喜鹊孵出小鸡 看似是巧合 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么高的地区 最高的地区 所以稍微的卵